除夜 都说圣堂伟大诗人多 而中堂则是另类诗人 遍天下 李赫长着一张大马脸 天天清晨骑着驴去寻找灵感 够另类 白居易学习学成了少白头 读书读到 口声窗 也够另类 但他们跟卢同的另类一比 只能是小屋见大屋了 他没事出去钓钓鱼 鱼竿给猿猴抢走了 就追着小猴子满山跑 追累了 看到一头睡熟的小鹿 就背靠着他也跟着入睡了 睡醒了呢 他就沿路返回 经过邻居家就喝喝小酒 酒醉后回家 开始在路上满地搭过 起身后还不忘 抚摸脚下的青苔 频频鞠躬道歉 呃对不起 呃 sorry 时光飞逝 转眼间 那个逍遥青年 已经是刻霸苍苍 然而 他的童筋快活 却丝毫未减 这是个大年三十的夜晚 老顽童 依然不改当年的风采 坚持要通宵守岁 并写下了一首厨叶 来庆贺新春 诗提名为除夜 除就是消失的意思 题目的意思就是九年消失的夜晚 今夜过去 新年就来了 如同也一改往常的不拘小节 小心翼翼地守着烛光 慢慢地灼着小酒 看来是殷勤 吸此夜呀 殷勤指情深意切 如同是多么情深意切的 珍惜着今夜呀 好在夜晚也通晓人性 竟然此夜在寻寻 寻寻指因为有所顾虑 而不敢向前的样子 看如同深情挽留 今夜也悄悄放慢了脚步 美酒越喝越慢 蜡烛也是越烧越慢 可逐尽年还别 鸡鸣老更新 老更新指旧年更换新年 但蜡烛到底还是会燃烧殆尽的呀 等雄鸡高唱的时候 旧年到底还是会更换成新年 黯然神伤之际 门外忽然有声响传来 同心未泯的卢童 立马放下忧愁 飞奔出门 一看究竟 原来是挪生方去病呀 挪是古代一种驱逐疾病的仪式 只见门外锣鼓喧腾 乡民们头戴面具 手指割毛 在跳舞驱逐病魔呢 想着病魔都被赶跑了 卢童不禁戏从中来 接着喝酒用来庆祝 喝的是酒色已迎春 下时间满脸便荡漾起红秃铺的酒色 有如桃花一般热烈地迎接着春天的到来 彻夜未眠 卢童却在喜悦中加倍清醒 不忘惦记着明日持杯处 谁为最后人 明天大家欢聚 又要喝涂酥酒庆祝一番 不知谁能狂饮不醉 撑到最后呢 不用说 卢童当然暗自努力 要争第一了 都说新年欢庆在儿童 对于老人而言 新旧交替之际 最容易感叹时间的流逝了 顾晃曾感慨 不觉老江春贡智 更卑携手 挤人拳 很是悲伤 袁枕也曾说到 七两百年事 英语一年同 也很悲伤 高氏则更是吊着眼泪说 故乡今夜 四千里 双病明昭 又一年 十分悲伤 唯有老年如同 旧年离去 他能释怀 新年来到 他能开怀 他最关心的 是要拿下喝酒比赛的 第一名 凭着这老当义壮的冲劲 必当勇夺贵官 殷勤 惜此夜 此夜 再群寻 逐尽 年还别 鸡鸣 老更新 挪声 方去病 酒色 已迎春 明日 池碑处 谁为 最后人 进入 老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